其實這個劇除了你一個人演這麼多角色之外 你還要唱歌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母子關係是不好的 在劇中 然後最後一段其實媽媽就唱了一段話 對 她在邊做菜邊唱 這裡聽說是很多人的哭點 你敢吃飽 若是有人給你煩惱 敢有人替你煩惱 望我背負你 我一世人 難無難過 不太感 像小人的心 難農笑微微 說我心來的 一般講過一句 親情我愛你 三天出水 你時間漸漸的月 秋月越來越醉 你看得到我的夢 你敢不想我 若是我 孤未到 為你歌唱一首歌 希望你愛出去 找一個人來愛你去 三母 三母 都沒有要去 只要你 會聽聲音 為你開歌 你嘴巴 我才會哭 我哭 多等無期 好 其實真的很多人聽到這一段就哭了這樣 那 雲瑞你自己說好了 這段剛剛在幹嘛 這段剛剛就是 呃 就前面嘛 講了很多就是 他媽媽回來 他小孩以為媽媽在鬧他 然後把他的生活搞得人壓麻煩 然後連去做菜節目 他媽媽也要上身 也要出來就是干擾他做菜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小孩其實在前面跟他媽 其實有爭執 他也不知道他媽到底回來幹嘛 他們就有吵架啦 然後他媽最後還強迫說 我一定要做最後一道菜 所以後面被他媽控制住了 然後他小孩其實就是真的非常激勵的反駁這樣子 然後其實到最後就是他媽媽 因為他已經離開了嘛 所以他到最後的結局就是他媽媽也是要離開 所以在他媽媽離開之前 他就要告訴他小孩說 我其實為什麼要回來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要告訴你好好的愛你自己 不管你現在的生活 哎 好像哭啊 不管你現在的生活有多困難 或是你現在遇到了多少多少的阻礙 但是你其實應該要往前走的 然後要好好的愛你自己的 我特別把歌詞吵下來 他說希望你愛自己 找一個人來愛你 男生女生都沒關係 只要他會疼惜你 我才可以安心地回去 這真的是一個媽媽最心底的 要對小孩說的話 然後我在想也許很多媽媽 真的就是在做菜的時候 會一邊想著他自己的小孩 因為他做這個菜是給小孩吃 或者是小孩已經離家不在身邊 他應該也是做菜的時候在想著 那我小孩今天晚上在吃什麼 我覺得是耶 我媽真的就是每個父母親打電話來 第一就是你吃飯了嗎 你吃肉了嗎 對 對啊 你如果跟他說吃肉 他就會說你吃什麼 就是圍繞在吃上面這樣 對 如果說要用一道菜來形容 如果只能選一道菜 來形容你的這個作品 你會怎麼形容它呢 應該是我最熟悉的那個芹菜花枝吧 對 它就是 你當你只單吃芹菜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苦苦的 然後 你單吃花枝的時候 花枝QQ的 但是你咬到後來它是沒有味道的 然後 可是如果你能夠把芹菜跟花枝 一起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口感很好 它很Q 然後又很脆 然後 有點乾乾苦苦的 然後又有一點鹽巴的鹹鹹的味道 然後你 就可以 那個感覺就可以讓你 那個口感非常非常好 然後能夠想到家的感覺 對 其實允瑞一個人在表演藝術圈子裡面奮鬥了很久 當初你創作這個劇的時候 也是在一個物質條件不是很好的情況之下 對不對 對 但是就是 應該講說 那個時候 反而那個時候的作戲是最開心的 因為它很簡單 它就只有一個熱情 只有一個想要 我想要這個東西 然後就去日夜夜 就是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在排練場 啪啪啪啪啪啪 就是做你想要的事情 那個時候 你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那時候你的物質條件有多匱乏 匱乏嗎 匱乏嗎 因為 我從離開學校之後 我就都沒有跟家人拿錢 所以我的生活其實都是自己來的 然後在我 離開大學之後 我去學校任教 那也是教表演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固定薪水 然後所以你就會覺得 過得好寬裕 就是你就是 生活上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可是 當你看到學生他們慢慢慢慢成長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自己還是想要做表演 於是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要放棄教職這個工作 因為我要從早上七點多打卡 然後一直到晚上六點多 所以我覺得這樣根本沒辦法排戲 所以我就把工作遲掉 我就真的去開始演戲 可是當我真的進到演戲之後 我沒多久我就把我的錢花光了 最慘最慘的是 我有一齣戲排完了 那是我離開學校之後的第二齣戲 就我錢包裡面剩五塊錢 然後 五塊錢好像也不能買麵包齁 好像沒辦法 對啊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辦 其實已經十點多了吧 然後剛好我家在永和 我就打電話給我這個 住樂華夜市的朋友這樣 我說 你要不要吃宵夜 我們一起去吃宵夜好不好 然後他就說好啊 然後我們就去吃 就是要等他吃 然後我就在他家樓下等他 然後就從十一點半等到十二點 我就打電話去說 你怎麼還不下來 然後他就講說 我女朋友說不吃了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自己去吃囉 然後我回家囉 然後就掛掉 然後我也沒辦法吃 那五塊錢就花夜市怎麼吃東西 然後我就默默走回去 但還好隔天就錢就進來了 從那個時候我發現 應該講說 因為我喜歡這件事情 他也帶給我快樂 所以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能夠把節制我的開銷 其實當時間久了之後 過了這樣好幾年 其實這樣都能夠生活的 對 而且每位型男人這一齣戲 從2012年在一歲節演出之後 對 世界巡演不斷 對 最近要再回來台灣演了 真的 我知道很多的劇場界的朋友 非常的期待 對 我們也忠心的期待這齣戲 再次上演 然後也很恭喜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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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